大家好我是阿哲 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Bronica相機各個鏡頭不同焦段的視角看出去的樣子 那我們先有一個對照的 這個是我的手機 手機拍出去的視角大概是等效26 那我們等一下就用數格子的方式 就是我家門口這個大樓的格子 那你就可以去看到他們之間的差異 第一顆這顆是Nikon的40F4超廣角 這是裡面最廣角的 那他大概看出去大概等於21 接下來這一個是52.8 你可以看到他的亮度比剛剛F4的再亮一點點 那他最接近我們剛剛手機拍出來26的效果 那的話等效28 接下來這一個是大家最常見到的752.8Nikon的標準鏡頭 他在數據上換算大概約是45等效 接近標準鏡 接下來這一個是ZENZANON的100F2.8Nikon 那換算起來的話比較接近全幅的55 也是算是標準鏡頭的範疇 最近135的鏡頭重缺 不過我現在就直接跳150給大家看 這是最常見的人像鏡頭 是ZENZANON的150F3.5Nikon 全幅的話等效是80Nikon 接下來是Nikon的200F4Nikon 這顆也是非常常見的人像鏡頭 焦距換算起來大概等於105 最後一個是比較少見的305.6Nikon 他大概換算起來約是165Nikon 左右 我們下一個企劃要來討論就是對焦屏的亮度 這是有一些網友跟我詢問的就是說 各個不同廠牌相機 那他們對焦屏的亮度狀況如何 所以我就特別拍了一個我手頭上有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一個是SUPER23的 那它是現在中國4x5相機流行的正亮屏 我把它改裝 那先作為一個參考依據 我們先看一下S2的正亮屏加磨砂玻璃的版本 那我覺得這個表現其實算不錯的 接下來我們來看EC的 EC後期的話把它改成是樹脂一片式的 那前面的話是磨砂 後面的話就是菲尼爾增亮 那做的比較薄一些 亮度比S2好一點 接下來這一個是哈蘇後期版 就是有那個米妙塔做的增亮屏 那這一個是我目前所有對焦屏裡面亮度最高的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Pentacle 6 那這一個的話它是磨砂玻璃 然後後面做了一個很大的突面 也是有類似正亮屏的效果 但是它會讓畫面有一點點桶狀變形 這個是Mamiya的C220 它跟Bronica的配置一樣 都是利用了一片菲尼爾鏡片加一片磨砂玻璃 最後一個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Mamiya的RB67 那RB67的設計比較接近哈蘇 它是用一片透明玻璃加上樹脂的對焦屏 那它的亮度是僅次於哈蘇 是令人的感受 搖示甲品 對焦屏 你